再来看一下MBA方面的消息 MBA的东部决赛今天开打了 主场作战的步行者始终保持领先 最后是以107比96战胜了热浪 总比分1比0战的陷阱 上个赛期两支东部决赛的死对头 步行者和热浪今年再次相逢于分区决赛 开展之后步行者一波7比0开局 而热浪由伟德和詹姆斯相继欢迎了颜色 本节过半之后将比分追成10比14 之后步行者外线发威 连续命中了三分 以26比17扩大了优势 并以30比24领先打完第一截 乔治单单这一截就进场了11分 第二节步行者保持住领先 内线球员也开始击比发力 希伯特和韦斯特连续得分 而热浪的波什则陷进了犯规的困境 卫农冠军尽管一度将分差缩小为只有5分 但是本节最后的两分半中 他们一分未得 步行者连得了5分之后 以55比45领先结束了半场 步行者两大主力本场都有出色表现 乔治拿下了24分和7个助攻 而希伯特看一下19分 外加9个篮板 第三节主队一度将优势扩大为19分 尽管热浪几次将分差缩小为个位数 但在防守方面却有心无力 势不可挡的步行者 最后在主场107比96击败热浪 总比分1比0领先